立足科学理念,传播营养健康,又到了和友们说健康的时刻。 今天要和友们分享的健康话题是气血,中医认为,精、气、神,乃人之三宝,人的脏腑、行体、欢窍、血和精液等,也需在气的推动下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。 请问些知识,气族才能推动血的运行,气虚则血虚,女人气血不足容易过早衰老,甚至导致更年轻提前。 那么,到底气血足足有什么表现,又有哪些食物,可以有效的补气血?赶快来看看吧! 气血不足的表现,一,眼睛,眼白的颜色变得浑浊,发黄,有血丝,眼带很大,眼皮沉重,都代表气血不足。 二,皮肤,头发,皮肤,黯淡无光,尾黄,干燥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 另外,头发的生长源于气血的滋养,气血旺盛则头发生长正常,气血不足则不能上达头部而至发白异落。 三,手的温度,如果一年此季都是温暖的,代表人气血充足,如果手心偏热后者出汗或者手冰冷,都是气血不足。 四,睡眠,明带一家将景月在景月全书中说,无邪而不内折,必因血之不足也,血实则不能养心,心虚则神不守舍。 不少人的失眠是因气血不足组织,常表现为入睡困难。 一惊一醒,夜尿多,打呼噜等,而太爱睡觉,也往往是气血血的表现。 六种食物有效补睡补气,请收藏。 一,黄芪,黄芪作为药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,神蒙本草精,将黄芪列为商品。 黄芪性肝,维温,是常有的补气药,注入皮精,刻印气血不足,引起的面色味荒,而这说疲惫等症状。 常与当归陪补,趁当归补些汤,水间内服,用于产后或病后补一气血。 二,当归,当归在《本草证》中记载,其胃肝而肿,故庄能补血,其气轻而心,故又能行血,补中有动,行中有补,成血中之气药,补血中之真药也。 故当归既能补血,又能活血,既可通经,又能活络。 吃法推荐,黄芪当归补血汤,义气,涉血,补皮,食材,黄芪30克,花生15克,当归10克,大枣5枚。 做法,一将黄芪,当归,花生,红枣洗净,在水中浸泡10分钟。 二,中火煮开后软小火煮10分钟左右,加入适量红糖。 继续煮5分钟左右即可,七加喝汤,每周二到三次。 三,黑糯米,黑糯米被誉为黑珍珠,哈蛋白质,脂肪,碳水化合物,钙,磷,铁,维生素等营养物质。 黑糯米有补血氧气功效,常吃客健身。 吃法推药,吃糯米补血粥,补血氧气,材料,红枣,黑糯米,红糖。 做法,黑糯米洗净,加入红枣,桂圆,适量水煮成粥状,以口味加入适量红糖即可。 四,桂圆,桂圆含有丰富葡萄糖,这糖极蛋白质的,含血量也较高,可在提高热能,补充营养的同时,促进血红蛋白再生意补血。 桂圆含有大量的铁、甲等元素,可在提高热能,补充营养的同时,又能促进血红蛋白再生意补血。 桂圆除了含丰富的铁之外,还含有维生素A,B和葡萄糖,这糖的,补血的同时还能健忘,心悸,神经衰弱和失眠症。 推荐脂肪,山药桂圆粥,补气血,材料,山药,桂圆粥,糯米,红糖,做法,山药鲜块,和糯米一起煮粥,粥成放入桂圆粥,红糖,在煮片刻即可。 五,山鱼,山鱼性温,又补气羊血,温羊健脾,滋骨肝肝肾,吃风通落等功能。 研究表明,山鱼中有丰富的DHA和卵磷脂,有剑脑凝木,调剂血糖,价值的作用,对身体失落,病后及产后之人更为明显。 推荐施法,清蒸山鱼,釀血而阳,材料,山鱼,料酒食盐葱姜,做法,以山鱼铺度,去内脏,洗干净,切断。 二,葱姜军切小丁,带用,三切断的山鱼盘放入盘中,加料酒,葱姜,少许盐。 四,上锅蒸熟即可,六,南瓜,南瓜营养价值丰富,除了含有蛋白质,胡萝卜素,维生丝等必须埃基酸白。 南瓜中含有骨,新骨铁元素,要知道骨可是构成血液中红细胞的重要成分之一哦,铁则直接影响成熟红细胞的功能,铁则是制造血红蛋白的基本微量元素,这些都是补血的好原料。 推荐吃法,小米南瓜粥,补中一气,健脾以为,材料,小米,南瓜,做法,南瓜洗净,切开枝子,再切成小块,小米淘洗干净,锅子火上,加适量清水煮沸,放入小米,南瓜粥,用大火煮沸,砖小火煮至米烂,南瓜熟透,粥年抽即可,参考文献,送物品, 细血充盈,百病不生嘴,现代养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